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E 塑料文 繼續來到我們2024年 DSE 最後幫你溫習系列影片的第三集 今集會和大家溫一個不等式 Inequality 這一課書曾經出現過奇怪的題型 不過開始入正題之前我們都熱身溫一下書 不等式或者叫做 Inequality 或者叫做複合不等式 Compound Inequality 這個課題往往會給你兩條不等式 然後中間會用滑字或者及字串連起來 英文就是 OAH 或者 N 這類數是怎樣做呢?我們今天就用滑這個題型做例子 如果是說滑的話 稍後我們滑掃線的時候 就會找一些有陰影面積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先看看 這裡我們首先會把兩條不等式分開計算 19 再減7x 小於5 當主項變換這樣做 把19減過去 負7x 就會是5減19 先按下機 5減19 負14 小於負14 把負7除過去變成2 但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你做了一個除負數過去的動作 所以我們不等式箭咀方向便會反轉 然後到那邊 中間也是滑字 不變的 右邊 23 再加5x 大於8 先把23減過去 即是8減23 就等於負15 這一步是不用反轉的 因為你做加減數 所以那個不等式的方向沒有轉到 然後除5過去 也不用反轉 你今次是做除數 但除那個是正5過去 所以也不用反轉 大於負3 如果你在做滑的話 我們會先畫一條數線 雖然數線的圖是沒有分的 但是良好習慣 畫圖我都會轉用鉛筆 希望我都養成這個習慣 0放中間 2放右邊 負3放左邊 這次是大過2 空心的箭咀指向這邊 然後大過負3 空心的箭咀指向那邊 如果中間的字是畫的話 我們會定義是有陰影面積的地方 全部都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不在乎重疊還是不重疊 總之有陰影面積的部分都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負3的左邊不是我們的答案 因為沒有任何陰影面積 負3的右邊開始 全部都是我們的答案 包括這些位置有重疊也好 這些位置沒有重疊也好 全部都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最後答案我們會知道 就是由負3開始起計 但是不包括負3本人 因為負3這個位置是空心的圓圈 所以答案是A 搞定 這就是畫的定義 就是我們在數線上 只要有陰影面積的地方 我們都要的 這只是熱身 並非古怪的題型 在2020年DSC的時候 就曾經出現過一個古怪的題型 這裏我們試試看當時的題目 當時的題目是這樣的 就是叫做 我先拿開這個 先鋪平 這就是3減x 然後大於7減x over 2 然後或者 這裏5加x 大於4 這就叫我們解釋這條不等式 就是這樣 我們也是跟剛才類似的 畫字放在中間 兩條色 當兩條數這樣做 不如先做這邊 這邊簡單一點 減過去就是 x大於負1 完成了 然後回到這邊 把2乘對面 6減2x 大於7減x 然後把這個減x丟過去 加x 就是負x 把6放過來 7減6就是1 所謂的負x 其實就是負1乘x 所以把負除過去 x少於負1 要反轉的 因為你是除了負1過去 所以就要反轉了 接著我們在數線上 畫這兩條不等式出來 你看到奇怪的地方出現了 0放在這裏 負1在這裏 這兩條不等式 剛巧他們的數值都是負1 而一個是大過負1 一個是小過負1 所以兩個不等式的箭嘴 其實是剛巧放在負1同一個位置 這裏是空心的箭嘴 指向右邊 這個是for這個 這個同樣都是空心的箭嘴 指向左邊 這個是for這個 好了 這樣就比較起手了 因為我們一直做的題目 可能是兩個箭嘴分開 然後數一下 哪裏有的陰影面積 但是兩個不等式 剛巧重疊了 放在同一個位置 這個題目 就令到當時有部份的同學 不懂如何處理 其實呢 雖然它的樣子是奇怪 少少 但其實也不要緊 我們根據定義 去做這條數就可以了 滑的定義就是在數線上 其實只要有游過陰影的部分 你也要 所以其實跟回定義做就可以了 在負1的右手邊 這裏 有沒有游過陰影面積 是有的 所以這裏也是我們的答案 在負1的左手邊 這裏有沒有游到陰影面積 其實也是有的 所以這裏也是我們的答案 即是說整條數線上 所有部份都是我們的答案 這邊又是這邊又是 即是答案就是所有實數 不是 因為這條數線上有一個位置 其實是沒有游到陰影面積 不是零 而是負1的位置 因為在負1的位置 這麼巧 兩個箭咀其實都是空心的箭咀 即是說兩個陰影面積 其實都沒有游到負1這條邊界 所以整條數線上 幾乎所有東西都是你的答案 除了負1不是 所以當時的答案 原來最終的答案 combine這兩個不等式之後 就是x不等於負1 就是除了負1之外 所有東西都是你的答案 因為他們剛好放了負1的位置 而兩個箭咀都是空心 所以剛好兩邊都不能碰負1 就導致到除了負1之外 所有數都是你的答案 這類數是相對來說 比較奇怪的題型 正常來說 我們做了十條 二十條 三十條 全部都是那兩個箭咀 分開放的 很容易讓你看到陰影面積 當兩個箭咀 放在同一個位置 大家就要小心 其實也不算太難 不過你記得要很清楚的定義 滑的意思就是有陰影的面積 你也要 及的意思就是要找重疊的地方 跟回定義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覺得這類型的最後溫習系列影片 是幫到手的話 記得給個讚鼓勵一下我 留言和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